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环球点评 我是陈凯文 《东方日报》报导 武汉肺炎疫情扩置全球各地 内地和世界华人抢救防疫用品 令到供应紧张 但是港府无能既不肯封关阻肺炎患者涌港 亦都拒绝向市民派口罩 市民只有封抢消毒用品抗疫自保 春节假期结束 市民昨天纷纷出动 抢救极少量应市的口罩 黄角和大埔等地区都出现过千人的长龙 凶手而回的市民鼓噪 有人连消毒湿纸巾和漂白水也不放过 夜不安情绪 获自抢救米面等等的干粮 港九药房总商会透露 内地厂家已经提早复工 答应供应几十万个口罩 但是预料起码十日八日才到港 正是2月6日预料又会掀起另一番抢救潮 东方日报证论也提到 武汉肺炎来襲 而且疫情有越演越烈之势 连日来全盛封抢口罩 多具经验排队人龙 而且一罩难求 不少无粮奸商趁机抬价 平时毫不值钱的口罩 现在竟然被炒至过百元一包 口罩固然供应其缺 就连蔬菜、米面、冬肉等等的粮食 亦都被抢救一空 昨日的蔬菜价格急升 竟然比農曆新年时期的售价 还高出过一倍 市民依然增相抢救 文章指出 今日香港就好像处于末世 港府还不愤起亡羊补牢 打醒万二分精神抗疫 重罚团职口罩 抬价抢钱等等的乱象 以及稳定物资供应 一旦本港出现社区感染 就是民怨怒火大喷发之时 港府遥遥欲罪的管治 势必不堪一击 《环球时报》评论提到 湖北省长王晓东 又出现在记者会上 他和武汉市长周先旺 今个月26日出席的那场记者会不甚成功 王晓东本人在那场记者会 说错了湖北省口罩 连生产能力的数字 引来舆论激烈批评 但在那次之后 王晓东又第二次出席记者会 和媒体和公众沟通 这个情况都是挺不尋常的 文章指出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局面 是开记者会扭转不了的 公众的情绪也不可以 只是围绕记者会上的一些表达发生的 当前的工作重心是要控制疫情 夺回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主动 然而通过记者会等等的形式 最大化感实现和公众的有效沟通 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评论又指 无论出了什么事 也不问局面有多不利 各地官员应该坚决站出来 面对媒体和公众 坦评地进行沟通 这个是人民公伯应有的态度 是履行对人民群众应尽的回报仪务 中国时报评论指 武汉肺炎疫情逐渐攀升 各医疗先进国家 基于他们超前防疫的口量 纷纷伸出援手 支援中国大陆防疫 唯独台湾 这个和中国大陆最密切接触的地方 政治意识形态的口水 还在污染防疫作为 重大致命传染病疫情 在当今各国接触往来 都相当密切的情况之下 不是一国或者一地的问题 而是世界各国都要共同面对和处理的疫情 文章提到 政府拿安耐的理由 率先含出禁止口罩出口的命令 迎合民进党的民粹 指出防疫是卫生单位的事 不要拿政治意识形态污染防疫 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